HELLO 歡迎來到雪隆梭 Shenong Shaw 我很喜歡這個火車站 因為原來是郊區 一個人都沒有 好像我是擁有整個站的 還有看見到車是可以走上路軌的 有車的話這裡會叮叮叮 然後就要下閘 如果走不及就會被車載死 我們到這個Shenong Shaw 雪隆梭城堡 先由這座塔開始講起 這座塔是城堡裡的第一棟建築物 你看到一個這麼厚實的牆身 你就知道它是用來打仗的時候用的 因為當時英國和法國打八年戰爭 在這個挪維亞各自建了很多城堡來做防守 後來和平之後 這個城堡就不再需要那麼多防禦工程 但它的地就不要浪費了 因此皇帝將它分封給那些妃嬪的情婦 你除了打仗又有公職可以獲得封地之外 你和皇上做愛幫他繁衍後代 都是一個很大的公職 這是其中一個情婦所居住的城堡 其實皇帝很聰明 因為如果看因環傳又或者攻心計 當一群女人住在皇宮 肯定是勾心鬥角 死了很多人 他被每個妃嬪各自一棟的堡壘 大家眼不見為乾淨 再說一下它的建築 它的底部是城堡 它有護城河 也有一個很厚的基座 但在基座上面 它又建立一個很優雅 你看牆身那麼薄 又有那麼多雕花裝飾 根本不是我們打仗用的 而是被人居住用的 Chiatau 城堡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花園 它採用了一個對稱的結構 這個東西是意大利所引入的 但法國是很浪漫的 所以它就加了很多不同種類的花草樹木在這裡 加了一個很女性化的一個觸感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這是一個女性的建築師 沒錯 就是那個 晴婦自己 後來那個皇帝就死了 所以這個晴婦 法律上它是不擁有這座城堡 因為城堡的業權是屬於皇室的 後來其他皇妃為了妒忌這個晴婦 他就將它趕走了 本身的政室就進去這裡居住了 然後他就很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將這裡再報紙得更加漂亮 畢竟他不是一個情婦 而是一個皇妃 由此一來 這個城堡就輕盛了 它也開設了一個新的花園 就是這個 這個跟剛才那個不同 剛才那個是比較小規模 這個起碼有它的五倍大 更多了噴水池 而旁邊就有很多仿古的花瓶 那就令到整件事更加貴氣了 這棵樹 這棵樹令我想起中國的環境 就是把本身一棵大的樹蓄成小棵 然後就放在這裡 很適合這個花園 因為它是一個巴勒克花園 很重視曲線的元素 相比起剛才情婦起的花園 會將樹木裁展成幾何圖形 三角椎 而皇妃的花園 佈置了一些扁塌塌的樹木 裁展到泡芙 加插了剛才那種好像盆景的藍樹 至於花就用了一個比較粉色的色調 無論遠體還是近體都有不同的變化 皇妃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除了加建了巴勒克花園 亦都在沿岸這個行業幫他的兒子 搞了一個生日派對 並在這個地方舉日了法國第一次的煙花會演 煙花現在就看不見了 但是就有很多觀光的熱氣球 感受一下派對的氣氛 嘩口未完 剛巧看到一個熱氣球降落 好近啊 我沒試過這麼近距離見到熱氣球的 大家說個嗨 他好像見到喔 他跟著我說嗨喔 喔不是他們在那裡用相機拍照而已 他們在拍攝城堡 不在拍攝我 那我死開了 不斷阻礙他們 而後來那場生日派對的主角 亦都就是日後的皇上 他成為皇帝之後 他就把這個這麼漂亮的城堡 賜予給一個他最喜歡的女人 也就是他日後的老婆 而到這個皇上死亡的時候 這個老婆他就很不開心 而將整個城堡所有裝飾 換成黑色白色和骷顱骨頭的圖案 終日就穿著大校的一種桑服 在城堡走來走去 不再去見其他人 我覺得這裡的氣氛很適合抑鬱 你想想一個這麼危惡的寶女 是一個這麼平靜的河谷 他的住室只有黑色和白色 所以我明白為何那個女士會這麼沉溺在這個地方 無論皇上也好 情婦也罷了 過了法國大革命之後 全部被人趕出宮 而這座城堡 輾轉逆手了給幾位商人 今天就開放成為一個旅遊景點 是法國繼凡義賽宮之後 第二多人參觀的皇家宮殿 雪龍梳堡經歷過很多輕衰 你站在這裡就好像看一個紅樓夢的故事 不過是橫跨了五百年的紅樓夢 見證著一個人以自己的朝代 由盛轉衰的過程 這個就是雪龍梳城堡 這個就是法國近四百年來封建歷史的寫照 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好多謝大家今天陪我看這個雪龍梳城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是Frederick 拜拜